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波动之后 五国著名的可可颜料 传出了可能调涨价格的消息 消费者是否又要面对一波涨涨涨的趋势呢 那今天早的早新闻呢 我们就有一封投资研究分析师徐凯胜 为我们分析解剖 凯胜早上好 早上好 美玲 凯胜你觉得接下来还有什么商品呢 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然后连带提高这个人们的生活成本呢 其实在今年各种各样的因素下 我们见证了许多大宗商品的上涨这个迹象 像原油黄金是因为地缘争制 像种植品包括你刚提到的可可以及咖啡 是因为气候变迁所导出的这个产出减少 那么其实我们觉得可可饮料它的这个涨价呢 它是会对人民有一些影响 但对其实整体的通胀来说 它还是比较可控的 那么我们相对比较关注的会是原油的价格 以及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消费成本 毕竟这个会间接影响汽油的价格嘛 那么在中东现在比较紧张的局势下呢 原油的价格今年一度涨到了91块美金一桶 就算现在也是徘徊在大概是80美金一桶以上的价位 那么我们认为这一种地缘政治的局势 包括在中东发生的这些事件啊 以及像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都会导致原油价格徘徊在比较高的一个价位 但如果说原油价格想要突破100美元一桶的价位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毕竟一旦原油价格开始提高呢 它会间接鼓励OPEC 同时提升它的产量 让供需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张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觉得现在大宗商品的价格呢 它会保持一段时间 而身为消费者 他们必须要预备好习惯在这种大环境下的消费 以及他们接下来的投资策略 那么政府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应对方暗示可以做的 来缓冲这个大宗商品涨价 对消费者对你我的影响 其实我们看到西蒙政府 他们上台过后呢 他们开始有提出这个要合理化津贴 那来到今年呢 我们觉得它在合理化津贴的这个过程 可能会面临比较多的困难 那么说政府它的其中一个目标 就是合理化津贴呢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减少国家的赤字 像今年以来我们听到 例如像巴度的推介 也是向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方案 也让政府更加针对性的基于津贴 那么我们预计呢 合理化津贴的过程 在现在的大环境下 它会来的比较缓慢 毕竟身为一个政府嘛 它还是虽然说还要控制财政赤字 它也是必须要顾及民众的感受 尽管现在大众商品的价格是比较 还排在一个比较高的价位 那么我们推测呢 政府不会大幅度的把津贴完全取消掉 而是他们可能会使用一个更加的专注性 例如可能只提供给一些低收入群体的这个津贴 来减少人民的负担 此外我们觉得政府对于必需品 像是产业油盐之类的货品呢 他们暂时会依然保持着现在执行的这个 就是顶价的政策 毕竟这些产品是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 那么我们觉得其实比起其他的国家 其实马来西亚的人民在全球 现在大众商品高涨的环境下呢 我们的影响算是比较轻微的了 而长期来说对政府 他们除了减少赤字 他们更应该专注在如何提高我们的这个 外围投资以及跟上全球的脚步 好的 谢谢凯顺给我们带来的精细分析 谢谢你 谢谢